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了陣節目 這節主要是說我們的球隊很多時候正選 結果麥加亞真的受傷了 究竟他的傷勢如何呢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官網出了一篇文章 訪問了蘇斯特賽後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七十八分鐘後 哈利麥加被對方的阿加士踢倒 也受傷 初初想撐住結果也撐不住 蘇斯特賽就這樣說 其實我現在暫時未知道情況 他就是希望歐巴巴的決賽他可以踢倒 但現在要檢查 我想他要照照 他不是醫生 就算他是醫生也要照照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這個是他的腳跟 也是他的腳的下半部 整個位置 但他就說 他見到應該是阿加士就扎到他那裏 所以他就扭傷了 所以就要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考核的地方 就是說他剛剛這場球 就是第七十二場 完全是踢足的 不是 今場踢不足 今場第七十二場 所以之前那七十一場的英超賽事 他也是踢足的 剛剛就平了 這個 巴里斯達 就是和布魯士做中堅拍檔的紀錄來的 就是七十一場踢足聯賽的賽事 有考核的地方 就是說 除此之外 巴里斯達也是在七十二場比賽的時候 在維拉公園 就是昨天的比賽場地 是受傷的 那個球櫃 就是九五九六年的球櫃 唉 所以就真的 究竟是怎樣 還不知道 那麼 阿斯達繼續補充 就是說 他的狀態很好 但是始終有時候受傷的事情都很難說 那麼 希望 就是始終有個人扎到你的腳 那裏可以可大可小 儘管看看 照了之後怎樣 另外 其實這件事 正所謂冰封三尺飛之行 大家都記得我們在節目曾經說過 有兩位球員在這兩個球櫃裏面 上陣了很多很多分鐘 第一個當然是哈里麥加亞 第二個稍後再說 其實早幾天在Sky Sports 已經引述了 Fever Pro 即是這個世界足球員協會 世界足球員協會 已經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 這兩季就真的令到球員 那個身體狀況長遠來計 出現了一個警號 那麼很多時候 在這個球櫃裏面 經常都去到一個 即是警戒的區域 球員的上陣時間之多 那麼他就說 他們就看了 265個男子足球員 在43個當地聯賽 由2020年的5月1日 到2021年的1月31日 他們發覺 每個足球員 每個足球員踢的平均 都是非常負擔大 那麼 例如 曼城的球員跟道簡 曾經說 2024年 如果歐聯 由36隊 即是 由現在的32隊 變成36隊 還要踢那個 Swiss Model 要踢多4場的分組賽 簡直是 拿球員的命 那麼 那麼 所以呢 另外 國際足球員 又嘗試踢一個更多比賽的 國際球會杯 國際冠軍球會杯 所以呢 看個勢 如果不再做任何事情的話 每一個頂級的足球員 要踢的比賽 只會是越來越多 那麼大家不要忘記還有國際賽 那麼所以呢 他們就說 即是世界足球員協會 就真的要做點事 還有剛剛 剛剛那個研究 就發覺 有73% 麥加雅的上陣時間 那個休息的程度 諸如此類合起來 就已經去到一個 Critical Zone 即是境界線 即是73%的時候 麥加雅 都是在境界線的 另外第二個 就是哈里簡尼 也是一樣的 不過比較好一點 他呢 就是42%的情況之下 就在境界線那裏 那所以來說 就是 根本上呢 這麼頻密的比賽 對一般的足球員 就已經是 那個 情況 就不是太理想的了 再加上 我們的 球隊 比較喜歡用正選 就令到這個情況更加嚴重 好了 那剛才我不是說 下一個球員是誰呢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了 下一個球員 即是去到境界線 就是這個 班奴法蘭迪斯 剛才不是說 麥加雅有73%的情況之下 是境界線的 班奴呢 差一點點 是69%的情況之下 都是在境界線裏面 OK 那所以 老老實實 教練團隊 蘇斯一查 是不是應該要吸取 這個哈里麥加雅的教訓呢 因為 大家都看到 剛剛那場球 我們的球員 基本上 都已經是 疲態不老 完全好像 走都走不動 雖然 我昨天都有點罵他們 但問題 也都明白到 根本上去到現在這一刻 他們已經是 身心俱疲 結果 就真的 不知道剛巧得那麼巧 還是說真的有關係 麥加雅就真的受傷了 現在受傷多久都未知 正如剛才所說 第二個境界線的球員就是 班奴 蘇斯一查 和 班奴 真的要坐下 談 因為大家要明白 班奴這個人 真是很有鬥心 他覺得自己是超人 我想大家都不會懷疑 但問題 蘇斯一查 作為我們曼聯的領隊 你都要用一些客觀的數據 或者客觀的事實 告訴班奴 雖然你很厲害 你的心理狀態非常好 但是你並不是超人 不要忘記 接下來的暑假 班奴還要踢歐國盃 繼續這樣取下去的話 我們明年 那個成績 肯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 我想 餘下的賽季 那幾場球 我們已經鎖定了前四 甚至乎說真的 第二名都機會很大 究竟是否真的 真的要做多些 大幅度的輪換 打一些手勢一點的球 令到我們 可以正選 有適當的休息 去預備歐巴杯決賽 以及大部分都要踢歐國盃 在輸界那裡 這裡就要問問各位 究竟 大家 各位萬聯球迷 在這裡的萬聯球迷 願不願意見到 我們出很多副選 而比賽 可能未必能踢得 像現在那麼好 即是說 第一 表現就會下跌 整對球來算 因為始終出副選 第二 大家願不願意見到 我們始終強強推崩 對著李誠 或者利物浦 我們不出全球呢 這個問題就想問問大家 因為 如果 我一開始都想著 李誠那樣頭 利物浦就很難不跟他拼命 但是問題現在你看到 麥加雅 班奴 普巴 麥湯 甚至福仔 都一直叫做戴雙上陣 甚至是卡韓尼 始終都是老將 這班球員 對利物浦 是不是真的要出呢 理誠一定不出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但對利物浦 剛才意義上講的球員 你覺得 可不可以不出呢 這個問題就問大家 希望大家留言說 拜拜 好